接下来为您播出夜线 究竟埋藏了什么样的隐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在2013年5月29日 四川广源的一个茶楼里 一个男人暴打一个年轻女子 而且在对方已经没有了 还手能力的情况下 继续暴打超过10分钟 到警察赶来劝阻的时候 就暴打警察 行为这么疯狂 他是真正的一个暴力犯罪者吗 其实不是 他只是个普通老百姓 他跟对方有深仇大恨吗 根本没有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事 是什么人会这么做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 这是广源市一家茶楼的监控探头记录下的一幕 嘉陵派出所的三名警员 在出警的过程中 遭遇了一群人的暴力犯罪 在我们准备带他离开现场的时候 他对我们的一名警察施施了暴力 将他一把抓过去 然后推倒在地上 拳打脚踢不说 也把什么发盆之类的东西 全部都就是在推的过程中嘛 然后就摔坏了 在这伙人中 一名身着黄色T恤衫衫的男子非常嚣张 不仅把一名邪警打倒在地 还对民警出言威胁 他对民警出言威胁 我说你把民警说这个话 在这都哭开了 当时轻散 他嘴边的让他看着 我看起来傻的我的 看一下 他没得走 他对这个法律 我觉得他是比较明白 而且他是明知而故犯 所以这是让我们最不可理喻的 这个男人是谁 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疯狂的举动 为了避免事态恶化 民警果断将该男子制服 并在增援民警的帮助下 将这名疯狂男子和他的同伴 带到了派出所接受调查 出警的三名警员 均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眼镜也摔在地上 砸坏了不说 然后身上头部手部腿部 不同地方都有一些挖伤 因为他在反抗 我呢也是这个手部 在感伤靠过程中 可能是也是一个抓伤 也有一定的一些伤情 据调查 这名袭警的男子 名叫何光君 是一名货车司机 今年37岁 警方赶到前查楼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为什么又会对赶来的民警大打出手呢 在调取了查楼的监控后 所有人都被镜头前的一幕惊呆了 从监控中看 何光君在吧台前准备买单 服务员一边打电话 一边算账 没有任何征兆 何光君突然将票牌 砸向服务员小张的脸部 服务员小张一下有点懵 但是顺势开始反抗 见小张反抗 何光君更加变本加厉 伸手试图抓住小张的头发 欲将他拽出吧台 并且狠狠地扇了小张一个耳光 随后又冲向吧台里面 将服务员小张拳打脚踢地 暴打了一顿 周围的人试着去劝说何光君 但何光君似乎更加愤怒 他再次冲进了吧台 将服务员小张摔倒在地 小张掏出手机 打给茶楼老板和自己的丈夫 何光君虽然暂时停手 但仍然在一旁骂骂咧咧 五分钟后 当小张的丈夫赶来时 新一轮的冲突又发生了 何光君一伙人 将小张的丈夫打晕在茶楼里 又第三次对小张示意暴行 何光君到底和小张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 他为何要如此凶狠地暴打小张呢 眼前的一幕幕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困惑不已 此时看到事态愈发严重 茶楼里的另三名顾客 准备打电话报警 却也遭到了何光君的威胁 后来不后他就过来了嘛 多兄弟那种 三四后来就报警了嘛 坐在那儿 他有一座人家打开 他们就报警了 报警后他还拿起烟盘盘去打人家 仅用了五分钟时间 嘉陵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 之后就发生了本片开头暴力抗法的一幕 后来不后 一家儿之后 他们就紧太多的东西来了 来了不后 几个人都把它按不过 他好凶啊 小子干嘛不行了 他说他要大夫大夫的嘛 他就说他要喊你呀 拉刀了呀 什么事 反正多凶的那种 我就不想到这个人 为啥子会这个样子 我感觉太多了 他就是觉得 他们就是很不舒服嘛 他那种人 觉得跟你调 靠着耐心的 这种阴影打的时候 一直都在那儿 很难受 甭管为什么 你打男人 拼命打一女孩 而且打起来没了 你恶心不恶心呀 我觉得这么说太武断了 你想啊 一般情况下 男人哪会去打女人呀 这个男人像疯了一样的打 我估计啊 背后一定有原因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这打人是男打女的 打人什么这都不对啊 但是这女的就没问题了吗 这一点问题没有 我看不一定吧 是不是 你看他那个张晓虎长那个样子 你看他这个这个 长得牙眼嘴利那个样子 那说不定那是招惹谁 招惹谁在先 那都不好说了 这个事 冲动是魔鬼 我刚在新闻里看见 一个21岁的咸阳小伙子 在西安打工的时候 下了班没事 去溜冰场 华汉冰玩 结果华汉冰的时候呢 就跟华冰场的一个年轻女孩 碰撞了一下 这在华冰的时候都是常有的事吗 然后不就口角了两句吗 那个女孩也讨厌 然后就把自己的男朋友叫来拔份 结果俩男的呢 互相就顶上牛了 幸好当时有人劝都给拉开了 没怎么着就散了 散了就散了吧 然后这21的小伙子 还越想越不行 还非得要这面子 他还要得厉害 第二天他带着一棍子 他又回那冰场了 非想找那男朋友啊 说的说的 结果他这么一打 那男朋友也急了 抽出一把刀 把他给捅死了 你看看 好没烟的 俩男的 一个死了 一个杀了人了 然后呢 两位的女朋友 又是帮着找刀子的 又是帮着扛刀子的 反正啊都没起好作用 全在旁边拱火 现在俩女的也都抓起来了 你说这是图什么呢 冲动真是太可怕了 这两天我也看一新闻 说在顺德呀 有一个男的开车 因为违反了交通规则 就被交警啊 给扣下来了 罚了钱 车也扣了 他呢 没办法 就只好和自己的女朋友 去坐公共汽车 本来啊 事就应该结在这 结果这一等 半个多小时了 公交车不来 这个男子一下就急了 就开始找这个 交警和这个血管员的麻烦 等到最后 其他警察赶到的时候啊 发现这个男子 就追着这个交警在打 那名血管员呀 已经躺在地上 昏迷不醒了 最后 警察把这个男子制服 告诉他说 这个袭警问题很严重 一定是拘留 一听这结果呀 这男子一下就瘫在地上 这个女孩呢 也哭得气不成声 怎么回事啊 人家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婚礼都准备得七七八八了 这一拘留 婚礼也就泡汤了 所以说呀 冲动最后的结果 还是得自己买单 哎呀 我就觉得很奇怪呀 这个我们这个 哎呀 这个中国 我们传统的说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这个是不是 大家不要搞得这么火气 这么的大啊 这个这个退一步 很多事情都好说 大家构建和谐社会嘛 对不对 哎呀 应该是以和为贵啊 哎 就有这么一种男的 平常啊 跟同事跟朋友在一块 也文质彬彬都挺好的 也不怎么一道饭馆 脾气辣椒大 特爱吃的服务员 在小区里 必须得吃的保安 如果要停车 必须吃的看车的 实在不行 就吃的送快递的 好像就得这样吧 就显得特别有威严 有面子 有男子气 拜托 我代表女的告诉你们一声 你们特烦人 哎呦 您说的太对了 我听说啊 这越是平常性格内向 不怎么说话 好脾气的人 一旦发起火来 那可是惊天动地 所以啊 大家看到这样的人 可别觉得他们好欺负 就开始跟他们横 后果可能是很可怕的 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 这个服务的行业 它有服务行业的规矩 服务行业特点 有一些这个做服务行业工作 你就是要待人和善 软一点嘛 说和气生财 和气生财 有些事情 什么事你都当大爷 当大姑妈似的 上来就哼哼哈哈的 对不对 那还有没有规矩 还成不成提供了 关于这事啊 七嘴八舌的议论还多着呢 根据调查 何光军一行人 当天来到该茶楼 仅仅坐了十几分钟 就要求结账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何光军为什么会将服务员痛打一顿 又做出暴力袭警的疯狂举动呢 何光军被刑事拘留后 他的家人都感到难以置信 民警在调查中发现 何光军为人老是低调 没有犯罪前科 又有正当工作 这样一个人居然能有胆子袭警 还莫名其妙地 暴打一名服务员三次 伤耳光 抓头发 拳打脚踢 长达十几分钟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这件事情到底因何而起呢 这一系列的问号 让事件更多了几分 离奇和诡异 无情的城市 17号在门消费 消费之前跟他们那个 李总的那个联系大家 说的是难忍点 没人失败 因为当天人还是点多 没人跟消费六百多 在我睡了三两个 朋友就打电话 算我下了付钱 但是等当时朋友一问超多 他说六百多 他这位新闻朋友说 既然你妈给我什么朋友 给你付钱 换了四种形态 当时对我打电话 让我下了付钱 原来案发前几天 何光君在茶楼里 给母亲祝寿 预付了六百元钱 到结账时 实际消费了六百四十五元 服务员小张 便坚持要求何光君 补齐这四十五元 最后到三年过 打电话 我说你们走嘛 这段我们明明早下给的上 这边说 我们那处处 起码风收到五多点 当时处人收到那边 我也感觉有点气愤 这些非法批准 但是这侯都收 我们时间太短大 也算不算不算 我说马上电话一切 电话一挂 我电话摔到五多点 我穿上弹裤 穿了个拖板 这下楼就给钱 我才付好的钱 服务员 他说我才不好的 在这旁边那两个钱 不好的 我买你没给 在服务员 他说不四十五元 我说哎呀你真是 你没命的 我说我也超远 我不四十几块钱 我说别人 我不能为四十几块钱 不能再跟我回来了 然后我就说的是 我不认不到你 你身上是不给钱吗 是吗 我认得到你的 你身上不给钱 我还找你要的 我也不可能是 贴几十块钱赚 我老门一天 贴几十块钱 是吗 我也不可能给贴几十块钱 我就喊他把钱给了 小张坚持让何光君付了账才能离开 把他系的火帽三账 这可不是钱的事 这事关一个男人的面子问题 而且在朋友面前 自己被弄了个灰头土脸 何光君对小张可是恨得牙痒痒 我当时骂的 我说你为几十块钱 我真的太刮了 我当时人家刮过来 我的刮过来真的太刮了 我说几十块钱 因为当初我说 我是赶羽然气了 在气了 但是在气了 我才说这话 当时我觉得 他旁边来说算了算了 几十块钱 在我都说 我那一条肯定不着了 我当事是我商人去吗 然后你给钱 你利益嘛 你小朋友不给钱吗 然后我又不是 我认到你 我也跟你不说 你凭什么事不给钱吗 二次我说 走到任何地方 你不管走到任何地方 当天的风波虽然暂时平息 可何光君耿耿于怀 这丢掉的面子怎么才能再找回来 直到29号 何光君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时 又聊到了这事 当司法人同事喝着酒 两个人喝了一斤多 按何光君自己的说法 他是在喝了酒之后 鬼使神差的又走到了这家茶楼 在小张看来 何光君这伙人就是来找麻烦的 其他服务员都劝小张出去夺夺 小张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躲 殴打小张的过程足足持续了十分钟 还不解气 警察赶来时 何光君又借着酒劲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公安民警的执法权是法律赋予的神圣权 不容侵犯 何光君等人的袭警行为是对国家法律的公然践踏 公安局关在日常的节省的工作自发执行过程中 遇到这种阻碍 阻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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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 我们为温柜会员 我们将运用法律转和武器在县里打起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今天再聊一起非常无厘头的暴力事件 到厂嘉宾情感问题专家刘嘉宁 媒体评论人杰文进 欢迎两位 前缘就是这样 要给母亲做寿 请朋友吃顿饭 而且这个男的特别喜欢 说到就是我是认识茶楼的李总 我都跟李总打过招呼了 李总说按一人十块钱的标准 所以我也踏踏实实的把六百块钱 就需要这么多钱 我都压在你们这了 结果那天就连吃带玩 后来因为朋友们一直不散 弄得很晚 他需要送老太太先回家 因此他就送老太太回家了 据说这帮朋友玩到超过夜里十二点 我估计服务员也心很烦 你知道吗 他们不走服务员也下不了班 然后就一直等 等到半夜三更这才走 结果一结账 发现其实花的是六百四十五 服务员就说还差四五块钱 你们得给结了 朋友就不给结 然后就打电话叫他回来结 他都半夜三更了 然后他大概是觉得说 你们至于吗 就是我明天后天的 我路过的时候再把那钱给你们就完了 我又不会跑 但是服务员是说 我哪知道 我又不认识你 我凭什么替你垫这钱呀 于是就这样 让这个男的觉得 我觉得这个这个男的不是因为四十五块钱不肯掏 是因为觉得服务员的态度很不给他面子 他们喜欢 你知道很多男性都很喜欢 我给你老板 我在外边你有面子的 因为我无所谓 这个 很没面子 所以非常生气 而那些朋友呢 竟然 我是很吃惊 我觉得都闹成这样了 怎么就不能有一个朋友帮哥们垫上四十五块钱呢 都不肯垫 据说是因为 这是你请客 我如果帮你垫了钱 我就不给你面子 就是所有的事都是因为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 所谓的面子问题 然后就把一个特小的事 闹到特别大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面子 他们这个所谓的面子到底有多重要 其实我是觉得 面子和这个尊重有相似的地方 它是需要自己通过努力去赢得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说 你应该给我面子 那像这样 当我们有想法说 你看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应该先问自己 别人为什么 或者说的严重一点 凭什么要给你这个面子 有这个想法就容易发生冲突 我是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面子的问题上面 要离 确确实实实要 尊重中国 长年以来 老人留下的话 人的名是树的影 这个名是个面子 还有一句话 说人活一张 人活一张皮 一口气 树活一张皮 讲的其实本来也是面子 当然就是说 这种面子 在更现实的 今天的社会里面 讲的就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权力 我觉得我 他觉得这个男的 肯定觉得 我跟你们李总打过招呼了 你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 我又替李总教育你应该如何做一个合格服务员的权利 而你又剥夺了我作为一个贵宾享受贵宾待遇缓交45元钱的权利 想必李总没有给服务员留下 这位贵宾可以不结账的这样的口信 而服务员根本不认识你 我不能替你担这个钱 服务员说了 那你要不还 我得赔 我一天才挣这么点钱 我凭什么 太激动了 我是真觉得这个服务员的这种反应太激动了 但是嘉宁说那点特别对 就是你说面子很重要 或者说尊严很重要 怎么着很重要 但是那个东西是自己赢得的 比如说我 你认识我 我这人做人做事一向很靠谱 你很尊重我 你甚至愿意替我担比45块钱更多的钱 好 这个叫真叫我有面子 压根人就 你没赢得这种尊重和信任 压根人不知道你怎么回事 你偏要所有的人都给你面子 这个面子是一个特别虚 特别无端的事 另外呢 其实这样的事在生活中都会碰到 我们都会碰到所谓的伤了面子 当时很久 当时就是面对冲突 我不知道 如果你们碰到这一类的事 你们选择怎么处理 前两天我刚碰到这么一个事 我去超市买东西 那时候正好赶上元南 人很多 我也很着急 买完东西会得赶紧有事 人排队的交钱的人特别的多 每个队都有好多人 我就到了一个空的交款台 我问一个收银员 我说能不能再找一个人来 来打开一个新的队伍 那个收银员就说 好 您等一下就行 我就在那等着 等着等着我后面就开始有人排队了 等到过了有十多分钟了 还没人来 我就问服务员 我说你怎么还没人来 他说不好意思 我给忘了 刚才我在算账呢 然后呢 忘了掉人了 本来这事我觉得也OK 人家忙了 后面的大妈就嘟囔了两句 你看这小伙子乱排队 排队我们都跟着你等了 我就觉得这事怎么来着我了 我就有点不高兴了 这个年轻的小姑娘 收银员 她可能也看到这个状况了 她就想开个玩笑 我估计她也是好意 缓解一下气氛 她跟我说 说先生 我刚才跟您说等一下 是说等一下您再问我 不是说您在这等着 就能有人来收钱了 她这么一说 周围那样都笑了 你被两头出卖了 哎呦 当时我就觉得拨梗子硬了 这雪一下就上头了 当时就感觉要爆发了 但是我就转眼一想 我着急是因为我有事 我现在就算是投诉了她 让她工作丢了 她也并不能 让我等着这时间回来 而且处理这个事情 我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 最后就把这事压下去了 出去之后 其实挺庆幸这样的 对 其实我的感觉 如果我在年轻十岁 或者是十五岁 我会觉得 凡事都有个理 如果我跟别人发生冲突 看还是谁对谁错 这很重要 掰斥清楚了 但其实在生活当中 大部分的冲突 说不出理 而且往往各有各的理 如果你非要掰斥 可能就会使矛盾升级 而在今天的这种人们的 普遍比较焦虑 甚至暴躁的心态下 矛盾升级就可能酿出 更大的麻烦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考虑到大家的心态 如果我碰到这一类的事 我先主动认了怂 基本上我碰到这种麻烦 先甭管怎么着 我就说 哎呦 实在对不起您了 就完了 大部分这种情况 费方也就不跟你交进了 有一点 我觉得如果能比较明确的 分清楚啊 这个是非的 该争 该主张的权利 该要说清的是非 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清楚的 就不能完全 就我那个时候 这个就我过生日那次 一个酒店里面的人 说本来都已经说好了 因为那天我肯定要喝醉 这个大家都知道 完了以后呢 我就说了 比如说喝不完的酒 开了风的全部算我的钱 我没话说 没开风的就退掉 答应的好好的 等我醉完了以后 第二天我所有的 我的朋友跟我说 说他们把所有的钱 就是退了 他就没有开风的 也不给退了 对不对 我就很生气啊 我说这个 当然有一点面子 因为他是跟我的朋友们说的 我还当时嘱咐他 我说开了风的 咱们全部带走 没开了就退掉就完了 你们都不用担心 啊 就你这样一搞 我就很生气 所以我就当时 专门去了那个地方 你就要跟他讲 我就要跟他讲清楚 这个是人跟人 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 你选择这样的事去评理 我会选择这样的事情 就这样 但是我可能下次 下次不会去这家了 如此而已 对 所以呢 这是不同的选择 但是我主张 在今天人们心态 比较暴躁的情况下 而且日常生活 讲不出理的一些小事上 都不要太较劲 否则的话 麻烦就会没完没了 但事实上较劲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不一定是冲着这件事 对 就是 他是个发现 对 他是一个 他活了 是好多别的事 给攒到一块活了 他是一个爆炸式的 就像四百八方出去 所以就说 我就觉得 如果对方跟我不高兴的时候 我会想 他也不一定是冲着我来的 他指不定是 堆了多少事呢 所以我也不跟他扯这个 关键我会想 他凭怎么冲我来 你看 咱俩 我怀疑你会比我有更多的冲突 在生活当中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当碰见这种事 认怂这个 不丢人 这个一定要让大家 我特别想说 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下 认怂比拔粪 要不容易的多 对 没错 对 咱们看看这位先生 到底为什么 生那么大气 一时冲动 他将为暴力袭警付出 怎样的代价呢 疯狂行为的背后 是否还另有隐情呢 如今 何光君因为涉嫌妨碍公务 被警方逮捕 他的三名同伴 因为情节较轻 被取保候审 本身只是一起 简单的纠纷 最后却演变成一起 刑事案件 何光君 做出了这样的事 最自责的 却是他的妻子 我这次那里没工作 对他 可能说也是 男人是 他就偏向上去压抑 他可能造成 造成一个发迹的痛 可能有些是 有这方面的原因 我觉得 可能有些脾气不好 可能从他发脾气 他都说 我发脾气 不能从我发脾气 不能造外人发脾气 这就是光君 原来 何光君的妻子 竟是一名 间歇性精神病患者 妻子认为 正因为自己的病 长期压抑的何光君 才会做出 这样的疯狂举动 看守所里 何光君 不再像监控探头下的疯狂 而是格外的平静 只是日夜担心 患有精神病的妻子 受到刺激 在得知何光君家的具体情况后 当初遭遇暴力抗法的张超警官 不计前嫌 主动登门 开导何光君的妻子 我今天我们来要把这个情况 你整个谈的情况 你说我没有跟那个 就会找个就会跟就会说 那你的一个 那么你之间 别人都会反应 这种困难 对不对 我就会能够给你说当中 你帮助当中 好 这是第一声事 第二个呢 因为别人你自己有病 那么现在确实要注意身体 也有些事情要说 往前讲无路就往回一项 对不对 我说当时我出的事情 我有好多时候 我都在寻思 我说 我等晚上我睡觉 我想我说我不好了 我说我第二个好得吧 我说跳过 我说不 我不得 然后抓了一项 我不跳过 我为啥跳过呢 我说我还得盼 晚上他当大夫心 我现在身体不好 晚上他当大胆 因为不好的身体 我好得 他能够好好学习 毕竟对社会 那是会是很勇气的 何光君在派出所 深刻反思后 也认识到的自己的行为 是多么荒唐 就因为一时面子过不去 却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步海阔天空 本身因为一点芝麻绿都大点的小事 何光君却做出如此不理智的行为 假如他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就不会身陷牢狱之灾 2013年6月 何光君因涉嫌妨碍公务被批捕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好吧 又是一个这样的人 首先可怜之人 家里挺不容易 一直在家里对亲人也很好 第二可怜之人又非常可恨 本来呢 开始打打架呢 最多是个民事纠纷 赔人点钱 或者顶多居两天 连警察都暴打 这回就真得判刑了 事就算闹大了 而且呢 你看很疼老婆 很担心老婆过得不好 但是你在对别人那样的时候 你想过吗 那女人也是别人的老婆 她就算做事不合适 你就这么往死里打她 你老婆这辈子做事都合适吗 你愿意别人这么打她吗 所以就是那种心胸和那种爱 都特别特别的狭隘 是私德不是公德 对 所以先说说 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干这么糊涂的事 其实我们说 对情绪容易失去控制的人 都往往具备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就是说 这些不顺心的事 积怨会比较多 而且无处发泄 比如说上次因为工作训你一顿 这你没处找 对吧 你挤公公机车 你自己的平板的脑被挤坏了 这也没地儿赔 这样的事情日子久了之后 一点一点的积累下来之后 你本能性的就会对这些 有可能发生矛盾的事情和敏感 第二个特点就是说 缺少情感的关注 那要么是自己独居 要么跟身边的朋友家人 沟通不多 慢慢久了之后 他会失去用语言 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而改变 变成说比较本能性的用肢体 去处理所有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 感觉家庭的负担 或者说经济的负担会比较重 我们往往会看到很多新闻说 某一个人因为他一时冲动 最后造成了 可能无法挽回的后果 他一家人都 把他自己的前途也完了 他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他完了之后 家里都没法办了 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仍然要犯这个错误 其实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反过来说 正是因为他有这么重的负担 所以他容易蒙发出那种 爱谁谁 我不管那么多的这样的想法 那么其实现代社会的 节奏非常的快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 压力大 烦躁 没错 都有这三个特点的一部分 所以我相信可能 所有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是要让自己冷静 能够退一步 这是最好最有效的 避免冲突发生的方式 说到退一步 这个男的行为固然可恨 我也得说说这个女服员 他不是没有责任 第一天你没错 客人吃完饭应该结账付钱 这个不是你的错 但是第二天 所有的人都告诉你 他回来寻衅打架来了 而且他是喝过酒的 你还不躲开 然后就说我没错 我他不怕他呢 凭什么呀 然后他有一句 我就有一句 我嘴比他还厉害 他敢朝我动手扔东西 我就朝他动 你非要让矛盾升级 他这个很明显就是 就是呛火 其实我觉得吧 就是尤其是我还是想说这句话 当然当然这个 我可能意见跟您不是完全一致 但我还是想说一下 因为在今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发现有那些不尊重 别人的顾客啊什么的 这种消费者有 但是也有很多 在服务行业 在做人处事过程当中 非常不懂事 也非常不通情理 也非常不合情合理的 这么一些这个工作人员 要知道人跟人的情商是不一样的 确确实实实不一样 就是说 但是有几点 我觉得一个原则 第一 就像您刚才说这样的 遇到这种直接窗户的时候 你要不想事态扩大 自己不吃大亏 赶紧的 对 你赶紧的闪身 这个地方就是你说的 不丢人 第二个就是说 在这个事情 我们倒回去推的时候 也许这件事情 从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这位做这个 小张这个服务员 能再软一点 是不是 就是说 哪怕就 有更好的态度 是不是 这个事实是可以不激化矛盾 不会走到今天 这么一个这个程度来 是不是 他就差了要说 40块钱 你就必须得给 肯定是这样的 肯定是这样的 是不是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这个男的可能 一个女同志 你跟他计较什么的 对话有性别提示 就是一个比一个的暴躁 一个比一个的要面子 一个比一个的好 谁都不想吃一点亏的 结果是所有的人 一块吃了大亏 对 没错 所以碰到这个事情 其实有任何一个人 在任何一个环节 退一步 事情都不会到 今天 就结果是有任何一个人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